謝謝各位 是男子丹打8強的比賽 劉蘭歸對江家良 這位就是江家良 穿藍色衣服 背向我們就是劉蘭歸 江家良領先5比1 劉蘭歸發球 先打個斜線 5比2 劉蘭歸的發球我們會注意 很厲害 他的弧圈和走橫是很厲害的 整個球是走橫的 兩個都是直板發球 一個是右手和左手 很少見到 大賽中可以放高球 放得這麼多 後面他推倒了一塊圍板 他回彎的球是有弧圈的 走橫一點 這球球握了… 沒事… 南韓選手劉蘭歸就說 他這球球是雙倍 重打 但是照我勢來看 他應該不會 因為如果是雙倍 那個球的方向就會改變 但是看一次 這球球 下來 壓 然後回升 打個球 一回的時候 跟著劉蘭歸已經下意識 認為他這球球是雙倍 後面南韓的球員都說 這球球是雙倍 有金碗 有其他球員 全場觀眾也不斷地拍掌 說這球球是雙倍 而中國隊的副團長李富榮 後面站起來了 李富榮出名是炮掌頸 火棋 他直接球員 贏少分也罵 何波還在這樣的情況 江家良小臣踢軟 這球球不是你 不是我騙他 騙你而已 真的 真的 我表一次給你看 打不打 現在打分就打了3比5出來 南韓隊就拿了這分 就是劉蘭歸的 我們看看情況如何 江家良示範 再看一次盤動作 回過去 江家良這球不拿 如果這球球拿的話 他的球肯定碰到的話 那球也改變了路線 一改變路線 就不可能江家良回身 打回這球球 結果裁判最終的判決 就是這球球是6比2 就是江家良贏了這一分 分數還沒見 好 裁判終於決定 6比2 後面就是轉分 剛才3比5 轉了分 6比2 江家良領先4分 現在是第五局比賽 剛才2比2 後面就是2比2的平手 劉蘭歸的發球 調動他兩邊 打回他的斜線 打扶手的時候 就出了界 3比6 高把發球 又走橫的 但是江家良對付這些回軟球 所以不怕他 主動拳肯回江家良 7比3 再拿一分 這個廣東仔 世界冠軍 打快攻很快 起板又兇銀 反邊出界 8比5 領先5分 第五局領先5分 就著數很多 一來江家良的技術 就比較全面 現在國際經驗不好 打習慣國際賽 打五局的比賽 失誤 相對來說 比打三局比較少 因為打五局 你的教練 還有你自己本身的應變 就比較多 就不止打三局 這樣應變比較少 迎夜光 楊發球 退出界 9比4 領先5分 看到江家良 左邊大腿是扎著的 他打團體賽的時候 就沒有扎著上陣 證明他的大腿筋 有一點點事 而且剛才他走的時候 也有一點點 再收一分 9比5 南韓的觀眾 小聲了 因為現在正在學 第五局比賽 打到10分 就會換位 南韓很流行 反手 反手抽擊 轉了位 現在面向我們 就是南韓選手 南韓龜 背向我們 就是江家良 世界杯和世界賽的冠軍 江家良最近 曾經受到傷 所以狀態就不太好 他剛剛舉行 世界杯比賽中 輸了給隊友陳榮燦 只是得到世界亞軍 但現在他世界排名 仍然是第一 這次 也是排總之位置 他們兩個人 在團體賽中 曾經對打過 結果江家良 以21比16 12比21 和21比17 2比1的局數 就贏了劉南龜 主動拳兩 劉南龜 連續起兩板 終於被他抽死了 11比6 江家良領先5分 這球很漂亮 這球真是江家良很厲害 他一推過來的時候 他拖回那個球 打到你身上的正中間 令你沒有辦法起把 不推到網 這球又是走橫的 江家良的扶手推很漂亮 這球 立即變線 就令到 這個劉南龜 走位走不算 而生一分 13比6 仍然領先7分 這球錯路了 13比7 江家良的發球 都是很小的動作 一過去你都不知道 他是上船下船的 五台 推檔出界 不可以坐在手勢 江家良想著 我有6、7分在手 先賺一賺 但不可以 對於球員 一定要跟他起板搶攻 一起板就又拿了一分 15比8 領先7分 世界冠軍 這球很漂亮 一推就推到江家良的正手位 是 仍然江家良拿回16比8 仍然江家良 拿回16比8 但是他回圈球方面 都是相當好 這一球吃了西 17比10 江家良領先7分 喊飽本錢在手 如果我就是放膽起手 完全不用守他 17比10 換句話說 你拿4 18比10 換句話說 你拿3分 就可以拿到這個比賽 但對方要連續追8分 才跟你平手 你要打3分在手 現在就很簡單 你搶得幾球就點了 18比11 領先7分 江家良這個時間 是稍稍的認識 讓對方搶 是不扮靈地搶 當然1分就1分 18比12 領先2分 原來他領先8分 現在領先6分 打這個球太倒手了 18比13 最多分 只是相差5分 乘機還滿滿寒 定定神 可能還在聽對面的教練說話 這球球就吃西 因為劉蘭歸本身的弧圈球 走橫球很漂亮 這球球明顯地 就見到整個球 是離不離了 出去了 18比14 連續追4分 搶攻了 嚴重 19、14 2分 2分就可以了 江家良進入最後的4強 主動拳又擺在這個 劉蘭歸身上 只剩下4分 而江家良相對來說 只是領先4分 又失多分 19、16 領先3分 情況小變 這個時間 變成後上的運動員 心就會變得很 信心大 連續抽幾把也行 但是相反 另一個球員 就是江家良 如果這個時間 你說你夠膽起板 應該說手好 如果起板的話 真的再浪費兩球 就平分 但是如果這個時間 你不起板的話 你靠手 對方越來越深紅 打你 又很難打 現在在場的球明藍 提醒自己 怎樣… 又被對方起手 他立刻打個短袋 他沒有辦法起手 近袋快攻擊就行了 但是起不了手的時候 他變得又被人追多分 17、19 他拉了一些弧圈 江家良這裡沒辦法 而一位世界冠軍 對這個藍藍選手 一樣是沒有複雜的 證明藍藍選手 在這個法球場的官方 下了很多的功夫 起板 再起板 再起板 終於就抽到他失去 20、17 領先3分 原本大好形勢 領先8分 就被人追追一下 現在領先3分 但是這裡3分 就很重要 20分 你多拿1分 對方就game over 但是如果被人連追3分 就很大件事 但是連追3分 的機會不是沒有 是對著這位世界冠軍 這麼有經驗的選手 來講的機會就微一點 看有沒有運 還要 走橫的球 變線 這個球很漂亮 哎呀 他先打斜線 接著變線 打直線 打算成定了 但是由於打直線 距離短了 終於很穩地出界 又被人追多分 20、18 對方 相差2分 第五局的賽事 如果誰輸了這局 就會輸了這盤的比賽 換句話說 就被淘汰是4強之外 現在進入4強 就很有機會領一面 去銅牌了 江家良當然目標 不是一面銅牌 而是一面金牌 但是現在心理的壓力很大 因為現在全場的觀眾 就向劉南龜 勒喊助威 過關8球 短袋不用上海 手 不行 一起板就油塞 慘呀 20、19 領先1分 這個球球有一點 是困難的 但沒有拉好身 腰沒摘好就要打得過 二十、十九,只領先一圈而已 南海球迷,拍了掌 但是江家良仍然好像很輕鬆 但心裡當然很緊張 高拋 跟他對拉,不行,跟他對拉 因為他打左手的時候 你扶手推過去,他就可以起板 二十平手 現場觀眾正如癡如醉 南海無端端由落後八分追到二十平手 打凋時,凋時輪換發球 兩分領先的人就可以獲得這一場 現在就是李富榮和許紹花的密針 說這場球怎樣怎樣 現在也沒辦法,難道你叫出去嗎 唯有靠在場兩個球員的經驗和技術 經驗當然就是江家良好 哎呀 想不到這球球真的 二十二十一,落後一分 人家拿了一分就不同了 原本就落後八分,現在就落後一分 心情當然開朗了 而且信心更紅了 拍下一個球,看看他的眼神點了 拍下一個球,難道真的運轉 轉到江家良島 許紹發,苦事甘甘 想當年來的乒乓球年將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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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炮 哎,不夠膽啊 一來推落副手,副手不是他強的手啊 哇 哇